NanyaPherson 与火箭少女101 初代限定团的故事NanyaPherson和火箭少女101 谈称娱乐圈初代限定团 两个组合借助选秀节目的热度迅速破圈 虽然九成和火箭少女101都已经解散 但11114台联欢晚会上 成员们的亮相依然引发了热议 在四大电视台举办的1111晚会中 天猫晚会最受关注 九成的三位成员 范晨晨 黄明浩 朱正廷都是天猫晚会的表演嘉宾 这或许就是杜华争取到的资源 火箭少女101的三位成员孟美琪 吴轩仪 杨超越都在天猫双11晚会上进行了个人表演 其中孟美琪和吴轩仪可能会有联手表演 同样令人期待 作为NanyaPherson和前队长和C位 蔡徐坤自然是最受欢迎的 他之前参加过很多晚会都是压轴出场 而这次他参加了江苏卫视的京东双11联欢晚会 有掌镜也是表演者之一 不过在火箭少女101解散之后 成员之间的分歧也逐渐显现出来 比如段奥娟所在的公司就为他提供了大量的单曲资源和综艺节目资源 在京东双11晚会上他能够独唱 在苏宁的超级秀中 NanyaPherson的王子义将亮相 火箭少女101的子宁和李祖平也有可能一同亮相 北京卫视首次举办双11晚会 节目效果有待观察 NanyaPherson成为陈里龙和火箭少女101的附近 也受邀参加了湖南卫视的超级激战之夜 此外 爱ESC和英堂少女303 这两个限定团也将参加四大电视台的双11晚会 不过还有一些成员还没有现身 比如90%的林彦俊和王林凯都没有出现在四大电视台的双11晚会上 火箭少女101的Yemi 赖美颜 Sunny和邢梦杰也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出席 虽然一方不能决定一切 但差距的存在是醒而易见的 限定团热度下降 2021选秀节目更加密集 初代限定团的荣耀不复存在 这次选秀的模式是不是该换一个 实习生青春有你创造101等选秀节目相继在不同的季节播出 不仅产生了更多的团体和明星 也成为新人成名的标志性方式 尤其是在代际更替现象下 这种模式的传承是否会被打破 能否走得更远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多年来 选秀节目在娱乐圈广受认可和喜爱 这种模式不仅发掘了许多优秀的青年才俊 也让他们有机会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但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过度消费 模式单一等问题 例如在很多选秀节目中 媒体和观众经常抱怨公平性 选拔标准的缺失 以及对业务人员安全的担忧 这些问题无不显示出选秀模式的局限性 也提醒我们应该寻找新的框架 未来我们需要更多粉丝 更多探索 更多创新 才能确保选秀节目的未来更加美好